大家早 許多的同學們 已經開始放暑假了 這麼放著暑假 準備要出遊去 有些地方要提醒你注意了 我們就來看一下了 第一個 要到山上去活動的朋友 容易有農務的現象 尤其在中午以後發展的 誤會比較明顯 伴隨著有雷雨的狀況 前往山區活動的朋友 尤其在下午要注意 那海邊活動的話 往北走風浪是小浪 往南走風浪是大浪 所以在南部海域活動的朋友 尤其在墾丁 恆春這邊活動的話 要特別注意 因為遠洋有颱風 風浪會比較偏大 但往北走的朋友 要注意的是防曬工作不能少 陽光的部分 在中午之前都是偏強的 往南走要背著雨具 因為南方水氣往北移動 南部地區有鎮雨 週三之前的降雨明顯 週四以後開始要轉晴 我們就來看一下衛星雲圖了 雲圖上先來注意到 兩個系統的存在 一個就是四號颱風 另外一個三號颱風 四號颱風目前呢 在逐漸的朝著琉球群島的方向 預估今天晚上通過 到了禮拜天就要進入到東海 接著再往北走 轉韓國方向移動 那三號臺呢 三號臺在今晚的時候 開始要接近海南島的東方囉 接著呢 禮拜天的時候 就進入到了廣東之後 往廣西方向移動 但你注意哦 南邊大片的水汽帶 正在逐漸的往北的方向移動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兩個路徑前市了 前市圖上可以看到三號臺進入廣東之後 速度方面來說會變慢 強度的部分會減弱 但是因為整個汽流場是逆時針旋轉 所以他就會把南邊的水汽 往北的方向拖上來 但是四號臺在往北移動的過程當中 他的風場吹著有一點點比較偏著西北風 對於北部地區 所以我們的北部天氣好 但是南部就會受到三號臺風的遠洋 帶上來的西南風的水汽影響 降雨狀況會持續有四天的時間 所以南部的朋友要特別注意 就未來幾天局部性的鎮雨 相對的就會比較明顯 我們接著就來看一下 今天的地面天氣圖了 今天晚上地面圖上可以看到四號 颱風已經通過琉球了 正要往東海方向走 但三號颱風在今晚登陸之後 強度的部分預估會在禮拜天到禮拜一的時候 逐漸減弱成為一個熱地壓 可是往北移動速度慢 相對的汽流場就容易帶著水汽 而進入我們臺灣的上空 從今天一直到週三之前 在南部地區的朋友都要特別的注意 來看一下今天的溫度了 溫度型態來說在外島地區 因為雲層量增多 高溫也都下降 有局部鎮雨 臺灣本島部分 中部以北是午後鎮雨 中部以南是零星的鎮雨狀況 南臺灣地區降雨在南高坪比較多 還有台東地區 所以小叮嚀兩件事情要提醒 往北走炎熱 中午記得補充水分 往南走的話呢 記得攜帶雨具 雨區行車要小心 大家科普一下 水神跟病毒呢 還有細菌在打架的時候呢 會變成什麼 變成水 沒有殘留任何的污染性 那一天使用個百字千次 其實也不會傷到你的皮膚 那家裡有小孩的孕婦的都可以很適用 哪裡買得到水神生成機 請上快點GO 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就會有折扣喔